白衣男子靠在捷運車廂內 不停看著手上的彈夾 就連下車後 也還在調整腰間的彈夾帶 這個舉動引起民眾側目 因為這些危險物品 出現在捷運站內 實在令人膽戰心驚 因為就是有之前的事件發生過 我覺得大家急緊性也會相對是足的 可能不知道那整個 可能離遠一點 因為當時正式上班尖峰時間 捷運上的旅客人來人往 因此男子當重量出彈夾 也嚇壞了不少路人 不過怎麼會隨身攜帶 槍枝和彈夾 原來當時十八歲的李姓男子 早上登搭車從中校復興 到西湖站辦事 下午則是要到泰山 一處射擊俱樂部練習打靶 因此他才會將空氣動力手槍 以及相關配備帶在身上 造成虛禁一場 捷運上攜帶危險物品 類似案件無毒有偶 今年四月也有一名廚師 在搭乘捷運時 不小心露出 工作使用的日式主廚刀 就怕發生危險 其他乘客發現後 也馬上報警 提高警覺 注意身旁 除了加強廣播宣導 捷運局也明文規定 剪刀刀子等尖銳物 傳染物質爆裂物 以及毅然液體固體 通通不能帶上車 若被查到恐怕將被開罰五萬元 由於乘客往來眾多 稍有稍動 極可能引發其他乘客恐慌 雖然良奇案件 實際都沒有商人行為 但在捷運上大啦啦的 亮出危險物品 可把乘客都給嚇壞了 繼續為賴西石油尾財謀 感謝 繼續為賴西石油尾財謀